我是溫哥華的陳耀鵬牧師 7月1日是加拿大國慶紀念日 我在加拿大的英屬哥倫比亞省定居了三十多年 其中有十二年在香港教書 但因為7月1日已經在香港放暑假了 所以我很多時候就算在十二年當中 都回到溫哥華在加拿大慶祝國慶 不過在我記憶當中 今年加拿大的國慶那天 無論在實際節目的安排上 甚至在電視的新聞報道裡面 都好像完全沒有過往國慶那種慶祝的氣氛 當然因為這段時間新冠狀病毒的疫情 仍然很猖獗 很多省份仍然不能夠全面開放 所以因為這個緣故 或者不能夠安排很多慶祝的節目 另外在賓斯省在7月1日之前 經歷一個百年一遇的高溫 很多地方都被所謂熱凍、熱蓋所籠罩 7月1日之前的禮拜 全省因為熱浪致死的人 可能超過幾百人 以至大家都沒有心情去慶祝也不一定 不過我相信最影響今年加拿大國慶的活動 有人提議是因為以前在加拿大西邊兩個省份 在過往原住民寄宿的學校舊子附近 發現很多疑似是原住民的遺體 引發很多人覺得加拿大人應該在今年的國慶反思和追悼這件事 雖然不至於將國慶日說為國殤日 但是國慶日的歡樂氣氛就一定減弱了 慶祝也都甚至很多應該取消 不單止是這樣 7月1日在英屬哥倫比亞省首府域多里 有幾個被認為在過往不太適當對待原住民 或者有份參與制定這些原住民寄宿學校策略的歷史人物的雕像 都被塗鴉甚至被拆 而且有很多教會被人惡意的毀壞和焚燒 我們作為加拿大的華人應該怎樣看這件事呢 加拿大的華人基督徒又應該有怎樣的回應呢 加拿大的華人在過往的移民歷史甚至個別的經歷的裏面 亦遭受過很多不平等和不公平的歧視和對待的 華人移民的經歷當然不能夠和原住民的經歷比較 所以華人我相信都不能用同病相連來形容和原住民感同身受 有些人甚至或者覺得很多原住民已經得到政府 很多優厚的對待 甚至成為特權一族 但是很多似乎被外人的感覺是一種 游手好閒不思進取的印象 不過在7月6日 杜魯多總理委任了原住民血統的前外交官 Mary Simon西蒙氏出任總督 她是首位出任象徵性職位的原住民 西蒙形容她的歷史性任命是朝著和解賣出的重要一步 期望建立一個更包容的加拿大社會 杜魯多也表示自己想不到有比西蒙更好的人可以出任總督 期望任命有助修補原住民的關係 其實加拿大政府在1867年7月1日正式成立之後 在不到15年之內 就先後通過印第安人的法案和寄宿學校的法案 用以控制原住民的生活和希望開始至少 就徹底清除甚至抹殺原住民的語言和文化 所謂把原住民的文化連根拔起 Kill the Indian in the child 那時候很多原住民的孩童在幼小的時候 在他們極不願意甚至家長都不同意的情況下 被帶到離開家園 有時很遙遠的寄宿學校那裏就讀 有一些根本再沒有機會見回自己的父母 因為那些寄宿學校的環境和設備 一定不是很理想的 學生人口的密度也很囂密的 教育的方式也很嚴苛 甚至有時不人道 不過最大的問題就是這班審問仔 完全失去父母的支持 甚至要和兄弟姊妹分開 在一個完全陌生甚至惡劣的環境下 他們的精神壓力和心理負擔都非常沉重 不能夠面對和承擔以至死亡的審問仔 肯定是不少的 聯邦政府的報告也提到 在不同的寄宿學校的舊子和墳場下面 充滿一些叫做無標記的墳墓 這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2015年加拿大發表一個 所謂真相和和解的報告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Report 將原住民寄宿學校的歷史事實 甚至一些醜陋表露無遺 在7月15日早上 在Kamloops發表一個 To Kamloops report on 215 Unmarked Grades的時候 邀請了三位曾經 住在原住民寄宿學校的女原住民 分享她們的經歷 Evelyn Camely Leona Thomas Mona Jules 大約六歲 就被迫離開家人 開始在寄宿學校生活和學習 他們不准用自己的母語交談 Evelyn提出 寄宿學校肯定不是一間成功的學校 因為她在那裏十年裏面 離開的時候仍然只有四年級的程度 Leona就提到她在那裏 可以學到不同的舞蹈 不過除了自己民族的舞蹈 Mona就提到她唯一可以用自己 言語、母語的時候 就是在夜難人靜 沒有人察覺自己祈禱的時候 我們作為基督徒 不能夠逃避責任 甚至安慰自己說 我們的教派或者中派沒有直接參與 我們也不能說這件事已經發生在多年前 後世的人應該放下包袱了 甚至現在應該忘記了 當然從另一個角度來看 社會也不應該只是從負面來看整個寄宿校的系統制度 而忘記了它在歷史上的價值 和帶來一些貢獻 加拿大政府的原意 可能在那個時代有值得原諒的背景原因 甚至可以解說的動機和初衷 不過無論如何 整個國家和不同的持份者 所有社群 當然包括教會和基督徒 都需要徹底反思 認定問題 查核真相 調整態度 尋求公義 承擔責任 公開認錯 願意諒解 表達寬恕 達到共識 和努力的 來做和解 在《華人基督徒》當中 不是很多人關心這個課題 不過當我們看《路加福音》第四章 十六至二一節 記載耶穌出來服侍的時候 他先走進會堂 挑選了《以塞亞書》六十一章 一至二節 宣告他傳道的重點 就是傳福音給貧窮人 宣告被老的得釋放 失明的得罕見 以及受壓迫的得自由 如果我們基督徒 也都以這四個方向 作為我們個人甚至教會 侍奉的範圍的話 原住民寄宿學校 也都應該是我們需要 注意關心的一個課題